大家好,我是P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這個 看一下 這個是手機換照片的方法 可是在這裡面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包括Loop的製作方法 怎樣去裁切這個圖層 設這個Keymark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會認識到 曲線編輯器裡面的這個 曲線編輯器 如何產生這種加速減速的這種效果 然後我們的這個圖層都會設成Camp 因為設成Camp之後你可以換成你自己想要的這種 其他的圖片 我們最後Final的效果 它就會跟著一起改變 所以這是比較一個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製作這個範例了 這邊我們順便認識一下這個檔案夾的分類 通常我會在我們的這個 我會新增一個我們的這個 My AE Project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Footage 就是我們的素材 裡面有Image、Movies、聲音 然後這些都是空的 這些都是空的 然後我們會有編輯檔 可能是我們3D檔案 然後是RD 就是我們最後算好的檔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AE Project 我們把它打開看 這個AE Project它裡面都是空的 就是我們也可以在裡面設計這個空的資料夾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在裡面輸入我們的素材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素材裡面有哪些東西喔 第一個是Image裡面我們會有這幾張照片 然後這是我們要換照片的這幾張圖片 然後我們還會有一個iPhone 就是我們已經 我們自己實拍了手 然後在PS裡面已經做好了這個處理 然後丟錄照片的方法有蠻多種的喔 你也可以直接我們看一下 你也可以直接用拖拉的方式 丟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好這樣就進來了 或者是我們按一下Ctrl-I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Cat 然後這邊我們也可以Import Folder 它就會變成一個Folder 裡面就會有這幾張圖片 然後這個iPhone PSD 我們可以把它直接丟進來 然後這個地方不包含Layer Style 所以我們選擇Merge OK 好這樣就好了 我們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一個iPhone Comp 然後裡面會有兩張我們的圖片 這是我們剛剛在FolderShop裡面設計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Comp 我們把它丟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看一下 編輯這邊會有一個Preference Auto Save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打開 台灣每個五分鐘幫我們存一次總共存五次 我們按一下OK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東西存檔 Save Us 好比方說我們存成這個AEBASC4Tutorial2 存檔 我們這個地方就會多出一個Auto Save 的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順便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可以打開兩個AE 我們只要在我們這個iPhone的這個地方 我們只要加上 空格-m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這裡 我們只要在後面這個地方 加上空格-m 好我們套用確定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打開兩個AE 它還蠻方便的 好再來我們現在就是要真正介紹一下就是 Loop的方法 我們現在利用這個iPhone 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這個iPhone的Comp 然後直接去做我們要這個Loop 我們按一下Ctrl-K 我們這邊要改成灰色的 這邊我們把它輸入iPhone Loop 1 我們會介紹兩種方法 好所以我們這是第一種方法 然後這邊我們改成10秒 10秒就是1000 OK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改一下名字 就是A 就是B 好這邊我們先把它變成一個Comp Ctrl-Shift-C AComp 然後這邊是Ctrl-Shift-C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VComp 這邊我們順便把它改變一下它的顏色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做這個AComp BComp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 最後我們可以置換我們的素材 我們置換素材 這邊就會跟著一起變 這邊我們就可以跟著變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AComp跟這個 BComp這個東西 我們回覆到這裡 我們現在假設說我們現在這個手機的動畫 每一個是大概1秒鐘 好這個地方1秒鐘 我們可以按一下Shift-PageDone 三下 好這邊我們要設定一個Keymark Shift-E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裁切這個東西 然後怎麼樣裁切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按一下Alt鍵加上右括號 它就是裁切我們的左邊 好如果你加上左括號就是裁切我們的右邊 好我們把Undo 好如果說我們沒有加上Alt鍵 它就是對齊 好我們把Undo 所以我們現在跳到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把這個地方裁切後面 所以我們按一下Alt鍵加上右括號 然後裁切右邊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會多出兩小格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放大工具把它放大 那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地方縮掉 那我們這個地方它就剛好是1秒 好我們看一下 然後如果我們沒有加上Alt鍵 它就是對齊 它就是對齊 好我們幫它Undo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Loop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去複製它 Ctrl D 然後把這兩個東西拉到第一層的下面這裡 我們再複製 Ctrl D 我們要把它拉到第一層的下面這裡 我們總共會有10個 因為我們是10秒 Ctrl D 好所以我們會有10個 然後這時候我們怎麼樣讓它變成我們要這個排列 我們現在可以選擇我們這個圖層 如果你從上面加選下面 我們現在可以選擇Animation 這邊有個叫做Sequence Layer 然後它是一個轉場的功能 然後我們現在不需要任何轉場 所以我們按一下OK 它就會從上面幫我們做我們要的這個排列 可是我們現在要的是 我們現在要的是 我們現在要的是先出現A的手 再出現B的手 所以我們必須從這裡開始選 這裡往上選 好我們再選擇一樣 Sequence Layer 它就會從這裡開始往後排列 我們就會出現我們要這個效果 然後這裡我們一樣把它 新增我們的這個Mark Shift加2 Shift加3 Shift加4 Shift加5 Shift加6 你可以從這樣加 你可以從這邊拉 也可以 Shift加8 Shift加9 好這是Loop的第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在做 我們現在順便認識一下 第二種的Loop的方式 我們可以從這邊開啟一個新的Conversation 我們這邊輸入iPhone iPhone Loop 2 Source 好這樣也可以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輸入成2秒200 然後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拷貼起來 貼到這裡 貼上 好這是我們的一個Loop的Source 所以我們可以新增一個 按錯N iPhone Loop 2 這邊是10秒 1000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iPhone Loop 2 Source 丟到這裡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按一下 Ctrl Alt T 做一個把畫面補滿的這個動作 我們發現它會出現這個東西 可是它並不是我們要有這個Loop 我們只要在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表達式 enter 這樣一樣可以出現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這樣一樣可以出現我們要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Sequence Layer這個方式 然後你也可以用這個 Loop Out的這種方式 可是你必須要先做一個Source 你要的這個Source 好再來我們現在有做好這個Loop啊 我們就可以開始 來設計一下裡面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這個尺寸喔 好這邊我們可以按一下Ctrl R 我們可以給它打開這個Nunus 就是尺標 我們可以在這邊新增一下尺標 這裡 然後新增這個尺標它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正確的知道說 這個我們把它關掉 我們可以正確的知道它這個Size是多少 我們現在新增尺標之後 我們可以按一下Q 打開這個多邊形 你會發現它會有吸附這個功能 吸附這個功能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這個Retangle1 這邊會有一個Retangle Pass 我們可以從這邊Size這邊 看到這邊是308x463 308x463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新增一個 我們看一下喔 Ctrl N 308x463 我們這邊把我改一下名字 ImageComp 1 OK 這就是我們要放我們圖片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新增一個Folder 叫做 ImageComp ImageComp 我們也要把它丟到Comp裡面 然後把這個 ImageComp1丟到這邊來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把我們的這個Cat 把它丟進來 好 比方說我們第一張是這張圖 把它丟進來 我們按下S 可以開始去縮放我們要的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我們可以開始去複製Ctrl D 好 六個 2 我們打開2 然後我們放一下第二張圖 一樣把它拉過來 我們按下S 刪掉 第三張 我們一樣 拉過來 按下S 然後我們可以按上下左右做一點微調 然後第四個 也是 然後第五個 也是 放大 好 第六個 第六個 也是 好 我們現在這個 ImageComp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啟一個新的Comp session Ctrl N 我們這邊打iPhone 加Photo 然後我們這邊把它選擇 HD的 好 OK 好 這次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做的這個iPhone Loop 1 把它丟進來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 丟到 這個地方來 丟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把剛剛這幾張照片 全部丟到這個地方來 丟進來 好 這樣也可以 我們會發現 我們剛剛做的這個iPhone Loop 1 它會出現我們這個mark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在這個地方 產生我們 換照片的這個動作 這是我們剛剛設計這個mark 它最重要的目的 再來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照片 我們按一下V 移動到我們要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用上下左右稍微微調 然後這個iPhone 這iPhone我們把它丟到最上面 這邊我們可以把它設一點透明度 我們按一下T 降低一點它的透明度 然後比方說這是我們的第一張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去做我們要這個排列 我們現在選擇第一張之外的這幾張 我們直接拖拉 拖拉的時候記得按Shift 它就會垂直或水平 我們這邊再按一下左右鍵 你可以加Shift 它就是10個Pixel 我們再剪掉一張 然後剪掉一張 好我們再剪掉一張 好我們再剪掉一張 剪掉一張 剪掉一張 我們一樣 好這樣基本上我們很多東西都快做完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開始要產生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要做的這個 呃 這個加速減速的這種效果 我們要怎麼樣做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幾張圖片 連結給我們的這個第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選擇第一張之外的這幾張 我們可以選擇負子連結 link到我們的這個 ImageComp1 這裡 這時候我們只要針對這個 ImageComp1 去做我們的移動 它就會所有的圖片跟著一起動 好這個地方我們要開始認識到 怎麼樣產生加速減速的效果 好我們先按一下Ctrl N Test 我們這邊設定成5秒就好了 500 好我們先按一下Q 好隨便產生一個我們要的這個形狀 這邊我們看一下我們先按一下還是 我們可以從這地方先設一個簡單的keyframe 然後比方說10格 Shift加PageDown 20格好了 我們產生一個縮放的動作 好這時候我們看一下這個scale的地方 我們現在選擇這個scale 然後我們進去這個曲線編輯器裡面看 好這邊我們來稍微放大一下 我們看一下它是一個直線的運動方式 我們先按一下B跟N 它是一個直線的運動方式 因為它是從100%跑到211% 然後它是一個直線的運動方式 然後這地方我們要怎麼樣讓它產生一個 加速減速的效果 我們先看一下scale這個地方 這邊我們可以選擇ed is in in就是在我們這個前面這個地方產生背質感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也可以選擇ed is out out就是在後面這個地方產生我們要的這個背質感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我們產生這樣子的符號 它會產生一個減速的效果 然後如果我們把它編輯成這樣子的符號 它會產生一個加速的這種效果 因為它會在100這邊停留比較久 然後突然跑到200多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說我們把它編輯成這個符號 它會從100跑到211以上 然後再恢復到211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彈跳的效果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我們不要我們可以把它圈起來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把它改成linear 它就還原了 然後我們剛剛是按這個鍵產生背質感 你可以按alt鍵產生我們要的這個背質感 然後你可以搭配shift它就會變成水平的 好 我們先把它關掉 這是scale的地方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possession 我們現在一樣畫一個 好這裡我們先不要選任何的東西 我們現在再畫一個 簡單的shape 然後這時候我們使用possession 我們按一下v 我們先設一下它的keyframe 然後它是在這個地方 拉的時候記得按shift 我們接著選這個東西 shift加pagedown 然後我們把它移動到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按shift加pagedown 我們讓它這個地方稍微停留 所以停留的話就是 目前的keyframe是一個mark在這裡 就是按它 我們再按shift加pagedown 我們就把它移動掉 好這時候我們看一下這個動畫 它一樣會出現一個線性的運動方式 我們現在選擇這個possession 我們進去這個曲線邊緻器裡面看 然後這個可以放大縮小 它一樣會產生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讓它產生一個減速的效果 減速的效果就是像我們滑手機那個減速的效果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點 然後在這個地方 讓它產生被子感 選擇這個點 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產生這個地方產生被子感 我們看一下 它會產生一個微微的減速的效果 微微的減速的效果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把它還原成linear 這個地方我們按一下alt鍵 它並沒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這個東西 讓我們產生被子感 我們把它還原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要按alt鍵產生任何的 一個比較誇張的這個效果 這個在possession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把它做一個分離的動作 Sy分離的這個東西 我們才可以在這個地方 直接 產生一個比較誇張的這種被子 我們看一下 我們關掉 我們把這個點 把它 按alt鍵 我們把它scale一下 我們再進去看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很漂亮的減速的效果 如果我們把它編輯成這個 這個拉的時候按shift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個先不用按shift 這個地方才要按shift shift 我們看一下 它就產生一個加速的這個效果 我們要還原 如果我們這個地方它並沒有分離 我們按alt鍵 它並沒有任何的作用 它並沒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 這個東西 它只有一點點的效果 所以我們必須按 把這個東西分離 我們才可以有這個被子感 我們才可以產生這個被子感 這個被子感 這個被子感 必須要把這個東西分離 然後這邊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 我們看到它會有點稍微往後 buck的這種效果 因為它這個地方它並沒有水平 它這個地方它並沒有水平 它這個地方它並沒有水平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編輯成水平 拉的時候記得按Shift 我們再去便宜這個東西 拉的時候按Shift 拉的時候記得按Shift 然後我們這裡再把它縮回來 按Shift 它這裡才是必須是 水平的 我們再看一下 它這裡就不會像剛剛這樣子 往上翹 必須搭配Shift 好 我們現在有這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來做 我們這一次 好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看一下 這裡 這個我們現在要去編輯它 就會比較簡單 好 我們現在來開始編輯這個東西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些 Image 2到6都是受它影響 所以我們只要去移動 ImageComp 1 我們所有的圖片都會跟著一起動 我們看一下這裡 我們有設KeyMark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哪邊要開始產生 我們這個 換手的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按Shift 就會黏住這個E 好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就是在E的前一格 所以E的前一格就是PageUp 我們在這裡就要開始換 我們這個照片 Possession的位置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ImageComp 1 按一下P 我們就可以設它的KeyBrand 好我們把時間走往後拉 它在這個2 2的這個地方 2的這個地方 的前一格 就是這個地方 這段時間 都可以是我們這個照片 移動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拉的時候按Shift 按一下PageUp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移動 這個ImageComp 1 的Possession 的S軸 拉 換成下一張照片 我們可以從這邊去移動 我們可以按上下左右 去微調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 然後這邊是守 守在這個位置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的 我們的照片是不動的 3的前一格 這個地方 我們的照片是不動的 所以不動的是 目前的參數 設有KeyFriend在這裡 好就是按這個鍵 或者是我們可以按 Alt Shift加P 也可以 就是你目前的參數 是一個KeyFriend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裡 它就不會動 我們看一下4 4的一樣 4的上一格 4的上一格 我們這邊 可以讓我們開始產生 移動的效果 我們一樣開始移動 好 然後5 這個地方也是不動的 5的上一格 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照片都保持不動 所以我們一樣按它 或者是按Alt Shift加P 都可以 然後6的上一格 我們就可以開始移動它 這個東西 換成下一張 然後7 拉酸 Shift 上一格 Pitch Up 這地方是我們定住的 所以定住我們可以使用它 8的上一格 再拉 是我們要移動的 你也可以直接拉它 按 Shift 很多種方法都可以移動我們這個 Photo 我們再看一下 9的上一格 9的上一格 是它不動的 我們一樣按這個鍵 好 最後 這裡 10 10的時候我們要換成最後一張 我們可以按一下 Shift加右鍵也可以 這樣子也可以 很多種方法 好我們現在先看一下我們這個動畫 好 我們如果要跳前面可以按一下 Home 跳到後面我們可以按一下 End 我們按一下 Home 再按鈴 比例看看 好這是我們現在做的線性的運動方式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利用我們剛剛練習的這個 Test 這個東西 讓我們的這個Position 產生加速減速的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這個Position 就是選擇它所有的這個點 我們再進去 曲線編輯器裡面看一下 我們就看到我們出現了 剛剛認識的這個背質感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編輯成我們要的這個 減速的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按一下Ctrl加選這些點 這是我們移動的點 移動的點 所以我們現在按Ctrl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記得要把它 我們看一下如果我們選擇這個 Easy is in 我會發現它只有一點點 我們把Undo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先把它分離 分離之後我們再選一次 我們就可以有這個背質感 拉的時候按Shift 我們在Limp看看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距離 是我們的距離 如果你覺得它 呃太慢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點再往前拉一下 拉的時候記得按Shift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點 這個點出來 就是我們在這個方法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加速減速的效果 這是我們的距離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都很快啊 所以我們的速度可以快一點 你也可以讓它再更快一點 你也可以讓它更快一點 這個距離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都很快啊 這是很快的 如果我們把它用這樣子 它就會很慢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決定你要的速度 這樣就好了 這邊很重要的是我們記得把它 一定要把它分離 我們才可以有這個被子感 我們才可以產生這個被子感 我們現在把它關掉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東西快完成了 我們把這個透明度打開 那我們現在只要它的 我們現在只要它這個 iPhone裡面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只剩下這個東西 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些Comp Ctrl-Shift-C 我們把它合併起來 Image OK 這樣就好了 它會變成一個Comp 所以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 記得要寫這個圖層 我們按一下Q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圈起來 那它只剩下這個東西 我們再點屏屏看看 好 這樣就快完成了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東西 我們可以給它做一點 我們把它稍微移動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大概把它放大一下 看一下 我們可以用滾輪去放大 好 如果你發現你這個地方 你一開始它沒有設計的很好 我們其實可以針對這個東西 我們給它做一點簡單的 Scale的動作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 這樣就我們的上下左右比較不會出現 呃 出現我們剛剛的一些小蝦屍 出現我們剛剛的一些小蝦屍 好 我們在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增加一個 呃 掃光的效果 我們看一下掃光的效果 這邊我們打上 C C 控格 L 它叫做CC Lightsweep 把它丟進來 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看一下這裡會有個中心點 我們可以在這個東西做一個簡單的掃光的效果 看你有沒有需要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是它的中心點 這是它的方向 然後這是它的寬 然後這是它的強度 強度我們少一點 我們早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這是它的Edge 就是它邊緣它這個東西它的強度 它這個邊緣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邊緣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我們不需要這個東西 好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這個手換照片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設一下它的Center 這裡 換照片這個地方 我們都可以讓這個地方產生一點點 這個光的效果 這個光的效果 然後我們這邊有設定過Keyframe 我們按一下U 我們會發現我們這裡產生 這個 這種效果 我們按鈴這邊看看 然後這個地方看你需不需要啦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1的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3前面這個地方 我們一樣可以產生這個東西 我們先把它拉到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 嗯 C-C-Light-Sweave這邊 我們按一下Ctrl-C 我們再把它拉到3的前面這裡 我們一樣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要貼上這個特效 我們先按一下Ctrl-V 你會發現 這兩個點跑到這裡來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這兩個點貼到這裡 產生一個新的特效 我們必須選擇這個Effect 你不能選它 你要選它 我們這邊就可以貼上 我們就會產生另外一個Effect 所以我們在5之前 也可以選擇Effect 貼上一個新的 然後7之前 一樣選擇Effect 貼上 好這裡 9之前 選擇Effect 貼上 好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其實看你需不需要 因為它的效果會比較 嗯 比較2D卡通的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麼的 有質感 可是它就是 一個簡單的鏡面 鏡面的效果 好我們今天介紹的東西 大概完成了 我們再看一下最後一個東西 我們一開始設計的東西 這個東西會有一個叫做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 project 會有一個叫做 A Camp 1 還有一個叫做 B Camp 1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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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amp 跟B Camp 我們之前設計這個Camp 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如果在這個地方 我們換上我們新的素材 這個我們可以在網路上抓到一些素材 這個我們可以在網路上抓到一些素材 我們換上A Camp的素材 然後還有B Camp的素材 然後還有B Camp的素材 我們最後這個Final iPhone加Photo這個Final 它就會變成我們這個新的素材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把它變成一個Camp 我們就可以去做這樣子的 變化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A跟B這個Camp 這個地方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要放我們的素材 然後你可以換上 你想要去滑動的這個手 甚至我們不要手也可以 如果我們不要手 它就只剩下這個 手機跟照片的這種感覺 如果我們不要手 它就沒有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從這個範例裡面 認識到很多東西 包括我們裁切我們的這個 圖片的方法 還有Loop的方法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這個 曲線編輯器 我們看一下曲線編輯器 還有這個曲線編輯器 使用的這個方法 好希望你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好謝謝大家